字幕作为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老师好 我们接下来呢 要来讲这个 我们要组试卷 跟这个学习单 怎么样去出学习单 跟分组 跟这个上课做讨论 那这一些东西呢 你都要有试题 这件事 要有试题当基础 才可以去出我刚讲的 不管是一个考卷 一张考卷 或是一张学习单 或是上课的分组讨论 或是呢 我上课的互动啊 那这个都是基础 都架构在试题上 那试题呢 你可以自己这个出 也可以呢 找寻呢 这个库克云上的试题资源 不过找寻试题资源是比较容易的 那我先来示范 怎么样自己出 这个一个试题 这样OK 它稍微麻烦一点 第一个 你登录以后 在这里 台北库克云 这个 icon 按一下 然后呢 它就在这里 会有一个试题列表 试题列表出来哦 我们呢 等它转一下 按一下试题列表 这里 等它转 它就会出现呢 你看 它就很多很多 有没有 它就很多 有没有 很多题目 你可以去找题目 按一下题目内容去找 或是按进阶搜寻 知識理解那我現在隨便就選知識啦 個人然後難度用意 分數那分數 沒關係我們就 十分 之後可以再調 OK 那題目 我們來問一下 比如說 台灣的國花是屬於哪一種 是哪一種花 稍微把它弄 放大一點點 OK 那這個我們就開始來 增加這個答案啦 OK 我們知道台灣的國花但是梅花嘛 所以在梅花的時候啊 這裡就是怎麼樣 是對的 你要把它點一下 代表是這個是對 那之後他出的時候這個 ABCD會 亂續 也許現在 我們出的是C梅花 等一下 下一次呢 學生得到的是B梅花 這樣子OK 好比說千牛花 那我就打 進去 那這邊有個解析 那解析我就按複製好了 台灣的國花為 這個 當然是什麼 這個梅花 OK 好 那就把它 打上去 梅花 把它放大一點點 OK 台灣國花為梅 梅花 那我們就好了 好了我們就按確定 或是你可以繼續出下一題 那我這裡就 示範一個單選題了 其他題型依此類推喔 那我們就好了呢 我就按確定了 好那他努力加載中 這樣子你就 新增好一個 試題了 那新增好一個 試題你可以接下來做什麼 你可以去勾選 這些試題呢 然後呢 你看 我可以去勾選 這個試題 然後呢 來去怎樣 做主卷的動作 那你也可以再編輯 重新編輯這個試題 或是 這個 複製這個試題 好這樣子 這樣OK嗎 我可以做事嗎 我可以做事嗎 先來看看